对于大部分的甲友来说,甲状腺疾病是一种终身的慢性病,危害我们的健康,我们要做的事正视它,了解它,控制它,但是甲状腺疾病总是反反复复,做到以下几点,我们能更好地控制甲状腺病情。 按时,按量服药,在生活中,有很多的甲友不能按时吃药,无法坚持,总记着要按时吃药,但是老王,漏掉怎么办,可以在手机上下载APP或者老龄来帮助记忆,设定好需要的时间,到时间就会提醒服药,定期复查很重要,复查是为了去补充快吃完的药,能定期复查可以及早看见药物的不良反应。 除此之外,还可以及时发现药物的疗效如何,根据复查的结果调整,用药剂量,用药方案等等,还有一些药物的服用方法,也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发生变化的。 如果不去复查,怎么知道现在该吃多少呢?疗效又是怎么样的呢? 不要等到药快吃完了,火烧眉毛才想起去,要用白开水服送药物,很多人经常早晨饮茶或者喝咖啡,但是这两种饮品含有咖啡饮有兴奋作用,会加重假抗患者的抗认和激动等症状。 服用有了假等进行假状现机次替代疗法的人,在同时饮用茶或者咖啡,会降低药物的疗效,影响良物的吸收,假重假减症状,也失去忌口,改忍就得忍当心点。 我们都知道假抗患者需要寄点饮食,而假减则需要是点饮食,海鲜那么美味,戒不掉啊,馋嘴怎么办? 提防假状现种食物,像西兰花,薄心菜,甘蓝等十字科等蔬菜,含某种成分各自假状现种,抑制假状现素的合成。 假减患者应该少吃,假状现种患者要少吃,另外最好把菜煮熟再吃。 发现结结不用慌,你假状现结结越来越多怎么办? 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克拉扫描,超生,X光以及数次成像的应用。 二发现结结怎么办? 当假状现结结有可疑特征或者自己强烈要求确诊时,医生会对假状现结结进行穿刺检查, 进行良恶性评说,对于良性结结定器复查,笔记及手术,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 选择是和你的方案每个人的病情不同,医生根据不同患者选择不同的方案, 想要假状现疾病相关问题,可以下方留言或资讯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